韩国总统尹熙悦宣布将李全、青州和论山等13个地方自治团体指定为特别灾难地区 这些地区因本轮集中性暴雨蒙受惨重损失 尹熙悦要求相关部门竭尽全力提供支援并迅速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尹熙悦首先将受灾严重的13个地方自治团体指定为特别灾难地区 包括李全、荣州、文庆、凤化、青州、淮山、公州、论山、青阳、浮渝、益山、金堤和市宗 这些地区受灾严重 在中央政府联合调查前基于预先调查结果 首先将这些地区列为特别灾区 总统市发言人李杜韵表示 将迅速对其他未被指定为特别灾区的地区进行调查 如果符合规定将追加指定为特别灾区 被列为特别灾区后将从国库拨款支援部分重建费 并向灾民提供灾难支援金 还将提供电费等公共事业费的减免以及税制优惠措施 尹熙悦宣布将上述地区指定为特别灾区 并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提供重建支援 为防止出现人命损失等做出最大努力 尹熙悦还要求环境部彻底做好水的管理工作 尹熙悦 遗兰